嘿 大家好 我是SKY 終於到本系列的最後一篇啦 好不好 而由於這支影片沒有Grace & Allen 欸 不對 我就說由於這幾支球隊 都是沒有什麼好塞爛梗的球隊啦 所以以下應該又會通篇的認真介紹和分析 喔然後因為很多人問我為啥都不講交易 所以我要再次重申 幹我是在做選秀系列影片齁 不要逼我喔 但我的粉專都有交易相關的分析 所以如果有興趣看我的看法的 就點擊下方住幾欄粉專連結進去看 OK 那麼以下趕緊進入正片吧 就算撇除掉成功贏得LeBron的加盟 組成綜藝天團 明年極大可能保底季球賽這點 指純頓選秀方面 胡仁今年依舊算是非常成功 延續去年慧嚴選到完成對於天花板兼具的 Kyle Kuzma 與Josh Hart 經由選進類似的Mo Wagner 和Saville McAllu 而兩人經過夏季聯盟實戰後 也各自證明了自己 一樣是兼具開發空間與擊戰力的年輕好手 Wagner 雖然沒有好的彈跳力 但靈活度與爆發力以中鋒來說屬高水準 加上球鋒非常硬派 攻守態度強悍 因此單以身體條件與身體素質來說 Wagner 我認為應該已經算是NBA ready了 技術面上 Wagner有非常良好的catch速能力 走位能力 低位腳步 最讓人驚艷的是 他還有堪比外圍球員的運球能力 這些都讓他在強調速度與空間的現代籃球中獲得了不少優勢 且除了全面的得分手段外 Wagner 在籃板卡位 防守站位 護框 這些低調的苦攻上也有不少琢磨 雖然因為先天條件讓他比較難成為一流的先發內線 但作為一名多功能的角色球員 Wagner或是那種季後賽球隊隨時需要上場提供多樣影響的優質拼圖 至於Mekalu 不是我在說 Kansas真的很擅長把角色球員用的很平凡 原先我一直以為他只是普通的高後塔射手 沒想到夏季聯盟他完全打領我 體能有中上水準也展現出驚喜的運球與傳球技術 Mekalu目前不僅已經有NBA射手等級的catch and shoot能力 他也可以在擋拆後代球利用多項的腳步尋找到自己的出手熱點 並且在夏季聯盟也多次秀一手精彩的擋拆後分球給常人得分 雖然應該是還沒到NBA的playmaker等級 但Mekalu展示出自己不只是六尺七尺的高後衛終結者 他還有潛力當一名創造進攻的角色 放在板凳上和Wagner一樣是非常棒的多功能球員 球隊需要接應就當終結者 需要playmaking就當持球者 需要火力就讓他擋拆得分 如果持球創造出手控打的技術還能持續進化 那Mekalu就算臂展稍短限制他的強投能力 仍可能成為窮人一點的Chris Middleton 總結來說 胡人一次選進兩名極戰力 雖然這兩人都欠缺高水平的體能 而很難穩定打上先發 但他們都是多才多藝又有持續開發空間的球員 在LeBron與Lanzobot坐鎮之下 可以盡情發揮自己的各種功能 與Kuzma、Heart一同將胡人的攻守戰力最大化 不得不說胡人這兩年的選秀操作 真的必須給他們鼓掌才行 藍網今年季也清不論首輪二輪都送人了 索性之前與暴龍交易中拿到了一枚首輪和一枚二輪 並直接兌換成了兩名藍網急需的側翼戰力 首輪選的Jana Musa是一名6尺9寸的得分型側翼 被認為是歐洲數一數二年輕得分機器的他 有著你能想像到一名側翼終結者該有的所有技術 其中藍網最想要的應該就是他驚人的大號三分能力 及優秀的Offscreen投射能力 至於攻擊單框切傳能力上 Musa由於身材太單薄對抗性較差 終結的技術也還不算豐富 切入現在應該還尚未達到NBA水準 同時傳球上 Musa雖然有視野 但比起傳球他似乎更喜歡噴大號三分 這部分上我想需要一兩季來轉快 當然我相信藍網體系非常適合栽培他 看看Karis Laverne就知道 天賦更好的 Musa絕對有機會變成更棒的球員 他身上帶有的技能包無庸置疑 他的對抗性與融入團隊的能力 能在未來幾年內成長至怎樣的地步 將決定他會是體能更好的 Justin Jackson或 Gordon Hayward 至於二輪選的Rodeon Cruz 比起 Musa他是更純粹的終結者 他的運球與終結技術都普通 場上決策能力按投籃選擇也不算好 但不錯的彈跳力、爆發力與優秀的投籃機制 讓他成為在弱側接應攻擊的好選擇 且他能堅打三四號 在陣中多數四號為驚嚇到的一隊之下 他會是籃網在板凳延伸四號上的火起 整體來說 籃網能選到兩名技能包符合球隊需求 又有持續開發可能性的年輕球員 自然值得讚賞 唯一的疑慮是這兩人都有傷病史 索性從當年賭一樣傷病豐富的Karis Laver 至今非常成功 有成功的案例多少也讓人放了點心 過去幾年塞爾提克靠著籃網簽選 進多位潛力股 形成了現在有兩位全明星搭配眾多年輕小將的強盛局面 但縱使本屆籃網前已經交易到克里夫蘭 他們只剩下自己的首輪二七順位可用 但卻仍然撿到了可能是本屆最大黑馬的球員之一 也就是Robert Williams Williams是本屆最好的防守長人之一 是進攻能力不佳 才讓他與Ben Ba、JJJ等人分出了差別 但純論防守籃板 其實籃領能力的話 Williams絕對一點也不輸這兩人 更甚至事實上Williams還有開發側硬的潛力 他的傳球視野其實是很不錯的 是他的大學球隊沒有足夠的得分點才縮限了他的助攻速 而我想比起護匡這種東西 Williams的側硬應該才是塞爾提克看上他的關鍵 畢竟Brad Stevens從來沒有說過他需要護匡伺服 而在陣中有Al Horford母雞帶小雞的情況下 或許Williams的側硬與籃球智商也有光真正被開發 要是順便還能把跳投練一練的話 那他幾年後可能還真的會成為本屆最悠久的球員之一 你能說塞爾提克這下不是撿到寶嗎? 是的 假如Williams可以把側硬開發起來 搭配護匡與籃板 塞爾提克就終於有一名符合教練需求 不可以真正保護籃框大範圍防守的完美內線 但問題就是Williams的態度看起來非常鬆散 倒不是說態度惡劣啦 而是感覺比較像漫不經心的天兵 畢竟從選秀前迷迷茫茫的宣傳操作 到發現經濟團隊老早就搞砸了才知道挽回名聲 再到後來掉到27順位被選後 還說死讓塞爾提克連繫不到他 不過事實是他的大學球隊確實本身問題就不小 在烏煙瘴氣的球隊氛圍下沒有自製力的年輕人 迷失也還算正常 希望到波士頓後他可以被矯正回來 只要能克服散漫的問題Williams一如上面所說 他就是最適合塞爾提克的完美內線 而在首輪27順位還可以撈到這種球員 你能說這選秀算失敗嗎? 活塞今年自己的首輪已經在Black Griffin交易案中 梭哈給了快艇隊 而不幸的是下半季來看 Griffin顯然並沒有辦法解決活塞的問題 也因此導致了Stand Van Gondi的下台 而我在以前的粉專文也提過了 活塞真正有問題的是目前的球隊體質 不上不下的23當家等級球權卡死心姿 新秀又培養不出影響力 當然打不出有競爭力的比賽內容 因為現實就是不論體系多好多棒 都不可能完全靠體系又擊敗所有NBA球隊 總有亂流也總有被對手針對看破的時候 而這時候就需要名人獨自扛著球隊撐過那段低潮的一哥 但活塞連這樣一個人選都沒有 所以就算上一年粉缸底成功開放了Andre Drummond的側印 開季一陣子被看破後就一樣束手無策了 而回歸選秀 活塞今年算是中規中矩的收進兩名防守型略業補充板凳能量 Griffin Brown是一名多才多意的側翼索 能夠搶籃板能夠分擔點控球 但自主進攻能力差 必須誠實講 這類型在進攻端多才多意卻沒有一樣精通的球員 通常下場很令人擔憂 索性Brown的體能很不錯 跳投機制其實也不差 他比較大的問題是在決策的能力上 出手選擇有點母攤 才讓面中率直線下滑 要是在NBA從無球打起 他應該還是有機會養成不錯的球員 至少練得好的話 應該會是升級版本的David Noir吧 至於Kerry Thomas 是一名6尺3吋的防守型雙能位 當然Brown一樣能分擔點控球 也擅長抓籃板 都是能量型的球員 不過Thomas比較令人放心的是他的外線 他現在就已經是一名高水準的接應射手 面中率達41.1% 上季在NCW也將自己2分跳投出手拉到了46%的高水準 雖然我不看好他大學時的擋拆切入能轉換到NBA上 但擋拆後運球出手 或是弱策接應後假往下球再跳投 這些射手的基本能力 Thomas應該都能轉換上NBA 因此比起Brown Thomas應該更有機會迅速成為良好的3D球員 整體來說我不會給活塞這次選秀太高的分數 儘管確實在那兩個順位上已經沒有太多選擇 但活塞現在最需要的絕對是天賦與進攻 而非繼續囤積無法自主得分的防守型球員 是怎樣想讓場上5個位置都是Stanley Johnson是不是啊 而談天賦該順位還帶選的Hamadou Diallo 絕對天賦更高 要談進攻該順位也還帶選的Svimakalu也無疑是好選擇 但活塞在本身狀況已經如此嚴峻之下 依舊選擇打保守的安全牌 老實說看的真的會為他們未來感到猶中的擔憂啊 好的終於結束這個系列了 剩下沒講到球隊的球迷們只能說聲抱歉啦 然後接下來就要填星秀觀察的坑了 我的天啊我到底什麼都才能脫離星秀這個題材啊 真的是妖獸冷門點閱力又低耶 雖然說就算不做這個我也不會談 LeBron勇士火箭之類的就是了 好啦總之之後的星秀觀察就還請大家期待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下喜歡或是分享出去 讓更多更多人看到 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話也熱烈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呢你也可以順手按一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現在影片嘍 除此之外如果不嫌棄長篇文字與分析的話 也可以到我FB粉裝的謊話一同討論籃球 OK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SKY 期待下支影片播出的時候 能再與你們相見